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这个老妖婆去台湾啊 包子李就说要动粗了 我这个再强调一遍啊 你给包子李十个包子胆 他也不敢打台湾 别想多了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么点政治判断你都没有 那你别关心公共事务了 包子李打台湾 你还是最好相信包子李今天看上个小姑娘 然后彭妈妈不让他干 他结果把彭妈妈打伤了是有可能的啊 但是呢包子李打打我们的蔡老师蔡英文老师是不可能 所以有些个事情呢 不要被这个土工的那种只老虎给吓死 他啥也不是我跟你说 真的他除了欺负中国的几个老百姓 他真是什么本事没有 如果你有一天你像我一样突然老子不跟你玩呢 我走了 他连欺负你都欺负不到 真的 所以他就这样 你何必把他们太当快事 他们土工就两件事 第一就是团结起来欺负老百姓 第二就是在土工的党内 在他们的体制里面互相挖坑 窝里斗撕逼 这就是他们做的两件事情 没有别的事情我跟你说啊 所以你看看台湾啊 台湾这边是怎么说的呢 说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今晚将访问台湾 中共不断的抗议 这个蔡英文政府啊 搜正常老师就就回应了啊 回应怎么说呢 我们的确是有注意到中共的反应 但是不但是觉得不值得评论 就是根本就不值得评论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要看得出门道啊 你想想台湾的情报系统 再说一遍啊 台湾这个国家 它的情报系统是非常的发达的 啊 它的这个防空系统是非常的发达的 它的防空系统和它的情报系统是同步的 再好的防空系统如果没有情报 你防什么空啊 是吧 他们这些东西跟以色列人学的 所以全世界防空系统最好的情报系统最好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以色列第二个是台湾 为什么呀 很简单 因为它处在一个看上去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 看上去好像周边都是仇敌环伺 是吧 牛蒙地匹天天就对着你撸袖子 他们说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中国的那些个纸糊灭闸的那些个破飞机在周边飞啊飞啊飞啊 就是你这个飞行员 你中国的土工的飞行员你在机舱里面 你咳嗽一下他们台湾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夸张了 反正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你干什么都知道 你这个飞行员你在机舱里面 你的脸上有没有长屋子 你多大个年龄你啊 你是不是个250 是不是全都给你看的清清楚楚 所以你看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智的评论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土工将要攻打台湾的任何的军事的情报 没有 美国也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说我们军方到目前为止五角大楼 没有受到任何土工关于攻打台湾的任何意义上的军事的异动 调动没有 所以你脑妖婆你该爱干嘛干嘛 那是你的事情我们不管 你是议会我们管不到你是吧 这些个话一定听就明白 为什么蔡英文政府如此的从容呢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情报显示 你要攻打台湾 他就是忽悠你的搞几个坦克在高速工作上跑一跑 完了以后搞一个一堆的大炮 假不假是拖动一下 做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 我们说了中共它的合法性就是两点 第一呢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是吧 发财发财发财 就是我们经济搞好大家日子过好了 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你们致富 是吧你们要知道富以后来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习主席是吧 这是一个所谓的他们自己寻找的合法性 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统一走国 然后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叫复兴呢 就是统一就是复兴呢 是不是他也不想想 中共的中国的历史上 凡是分散的时代 都是花团紧错人民幸福爆棚的时代 真的凡是统一的时代 都是中国的老百姓生不如死的时代 你就记住这么一个最简单的直觉判断就行 就可以了 所以台湾之所以说我们不想评论 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 根本就没有评论的必要 就说明他没有拿到情报 但是问题是这个事儿它存不存在呢存在 存在在哪里存在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实话啊 我有说有点理中刻的 你觉得中国的那些年轻人呢不容易 真的你过去你三年多时间 天天就跟这个包子病毒在一块折腾 你没有恋爱 你没有青春你啥也没有 你也没有学到东西是吧 完了以后呢这会儿又开始搞这么一个事情 你不了解情况就开始上街 就开始游行示威爱国嘛 然后以为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毛关系 很有可能你成为共产党的靶子 他突然反手一击抓你进去坐牢 或者你惹出巨大的麻烦 你看你你背锅你顶灾 年轻人经常被人骗了帮人数钱 经常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死之前还在喊共产党万岁 所以我看到一个通知啊 好好的跟大家分析分析 跟大家念一念 对年轻人极有好处 家里有年轻人的啊都挺好咯 说这个工作提示 接到上级平安建设工作的通知 鉴于当前国际行事 请各部门各单位务必掌握 私生政治思想的动态 引导私生理性表达爱国的情怀 严防出现非理性行为的爱国活动 从今天开始 每天下午的三点钟之前 实行您报告的制度 不准有一个人搞什么 非理性爱国 爱国分两种理性爱国 非理性爱国是吧 每天三点之前实行您报告的制度 一个你一个案例都不能出现啊 有情况第一时间及时汇报啊 什么时候这个活动结束 另性通知啊 要管好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 不要给党中央不要给习主席添麻烦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词嘛 就理性爱国和这个非理性爱国 那什么是理性爱国呢 就习主席跟你下来通知你们去爱国去吧 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街上的大幅的红红 红头标语满天飞 是吧 这个时候你知道那是理性爱国 是党中央国务院 是中宣部 是公安部 是什么各个省委省政府 他们组织的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参加 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参加了以后 你又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你一冲动 就像上次抗日的时候 你把人家马自达的一个 开马自达车的一个司机 用一个忧心锁把人家脑袋打破了 这个东西你觉得你就这么完了吗? 不可能啊 因为你违反了共产党的法律 打人肯定不对的呀 共产党只是让你去游行 是我没说让你打人的 他甚至没说让你砸汽车啊 对吧 你把人家的汽车砸了 你要赔 把人家砸伤了你要负责 你的医治 你而且你要坐牢 一个小孩 22岁 刚到西安去找到一份工作 他的姐姐还挺高兴 觉得弟弟终于可以养活自己了 结果就惹这么大的麻烦 判了16年 而且他以后 还要被打的这一家人 要不断的给人家赚钱 这是你心爱国的案例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 即便是你心爱国 即便是共产党组织的爱国的活动 你也不要去 至于非你心爱国 那就更麻烦了 共产党习主席没有下命令 你居然去爱国 那是你爱的吗 国家跟你有谋关系啊 是不是 你算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你开玩笑 所以大家一定要心里明白 尤其是年轻人 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你想想人家司马兰 天天忽悠你爱国 人家赚肿了 真的 又为什么 因为他高层有人 他自己的会忽悠 你就是被他骗了帮他数钱的人 结果他又不在中国 你想想吧 你觉得你在那里崩了半天 你赚到什么 你啥也没赚到 你看还有250的乔默 真是无语啊 人在美国慷慨激昂 随势征召 只要足够一声召唤 我马上回去 你让他回去看看 这帮孙子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希望你们这些非理性爱国的人 给他打赏啊 哟 乔老师 果然是中国的良知知识分子 果然是铁剑蛋道义啊 妙手术文章啊 就是这些屁话啊 真的 我现在看着中国的那些传统的格言 我就切不打意出来 铁肩单道义 铁肩这个东西是可以说的啊 因为你这个肩肯定不是铁做的啊 但是你可以这么比喻一下嘛 单道义 什么是道义 你跟我说说看看 习包子搞小姑娘 那是他的道义 他觉得挺好啊 我是皇帝 我想搞谁又搞谁 是不是 共产党奴役老百姓 欺负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觉得他们是正义的行动啊 你有脾气吗 是不是 所以 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道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义 完了以后 你搞一堆的什么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你最后你结果你就发现 所有人都是炮灰啊 共产党习包子 把你们玩的是团团转 所以我看到这个看到这个通知啊 真的我赶紧跟大家做一些节目 年轻人是非常的愚蠢的 有些人说为什么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呢 这句话他的重点不是在爱国主义 而是在后面这个词 流氓的遮羞布 你一定要记住 你看文章要看懂 一般人听见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 马上就觉得爱国主义这个东西不好 谁他妈不爱国呢 你不爱国吗 我不爱国吗 我也爱我跟你说 我现在成为大韩民国的公民 我一唱国歌啊 我就想哭 我真的不骗你 上礼保佑大韩民国万岁 我想哭 因为这个国家给我自由 真的 我是一个爱国者 你看美国的那些爱国者 为了美国 美国优先 那是美国第一 谁不爱国呢 是不是80年代的时候有篇文章 第二种忠诚 刘宾燕他们那些人是最爱国的 真的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爱国主义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 而是在于有些个流氓 他利用你年轻人的未经审视的生活 你的价值观的不稳定去利用你 所以他是流氓的遮羞布 重点在于后面这个词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 它的重点在于流氓和遮羞布 而不是在于前面的爱国主义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个人都爱国 但是这个国家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这么爱大海民国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这个国家给我自由 给我权利 我可以选总统 是不是 我在这个国家 我自由的生活 我自由的言说 我为这个国家交税 这个国家给我巨大的安全感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关心美国 因为我也有美国的身份 是不是 美国好了 我年纪大了 我去美国 美国如果变成石坑 我去他那干嘛 是不是 那也是一种爱国 所以我的节目里面经常会说到美国 因为这个事跟我有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跟你没任何关系 你最好是保持低调 否则的话 你就被细胞子这种孙子给骗了 年轻人要赶紧的尽早的苏醒过来 不要被人骗了 不要被流氓当成遮羞布 谢谢